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分享 我刚才刚想到的一个话题啊 为什么今天是白天录呢 我一般都是晚上录啊 因为我今天这个话题 也是我刚想到的 并且我害怕我的这个想法就流失掉了 所以说希望通过这种视频的一个方式 把我的想法记录下来啊 我这个视频呢 是录出来也是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也是给我自己看的 就记录我每一天的一个生活和所思所感 也像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日记吧 就是对于政治啊 生活啊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个记录 因为在我的视频当中 有的很多的事情啊 都是我生活当中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我把我当时的感受记录下来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并且我分享出来 对于大家也是有 如果能产生共鸣的话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所以说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自媒体 就是在这儿啊 它以视频的方式去做日记 那比写相对来讲能够省时省力 而且揭露的也更加的一个全面 那今天跟大家说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中国历史上不是尤其是近代史啊 一直是挨起和挨打 又八国联军呢 又是这个英国搁咱们这儿建立殖民地啊 又把香港搁出去了啊 就这些事情啊 后来我今天想了一下 我也反思了一下 这到底是怨谁呢 诶 这有意思啊 大家想 你说比如日本侵略中国 英国侵略 这殖民地 建殖民地 一把圣人连轰咱们一大炮子 日本二战 发西斯 好了这些那些的啊 当然呢 就是发动那种不义的这种战争 他们从他们的这个发动的 呃 动机来讲 都是非常恶劣的 你比如说这个英国 英国让中国通商 好了哄烂一炮子 卖单鸦片 为了要白银 要钱 把它换东西 那这些东西啊 其实这就是原始的一种掠夺呗 对吧 那肯定是 如果在这二十一世纪 肯定是文明世界 不可能说再这么干了 太不文明了 对吧 啊 太不文明了 这基本上过去抢劫那帮 呃 那帮人什么八国连军的 什么日本的 什么德国啊 基本上就这都不干这事的 而且现在是非常鄙视这种事 就掠夺什么的 这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人类进化了吗 我当年就是 中国就爱手似的 他们非常的这个不对啊 包括日本啊 包括日本那个 在二战期间犯下了这个啊 产无人道的 产绝人寰的 这些这些罪行啊 对于中国人啊 欠了很多的这个债 欠了很多的这些债 中国有一句老话啊 叫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句话其实我是最反感的啊 我为什么反感这句话呢 我说人家都已经很可怜了 你还说人家可恨 是吧 这证明什么呢 证明说这句话的人 没有同情心 你像有的一些人 他贫穷 说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你把你说的 你怎么不学习呢 是吧 有一帮这帮傻圈 去西藏 看西藏那个孩子 满脸都高原红 都就是我也不知道 是垂的 还是还是冻的 反正都 都那脸都红了嘛 红了其实是什么 就冻伤或者吹 吹伤了嘛 要不然能红嘛 然后就有那个面容 然后搁这个街边上去 要饭也好 要钱也好 就是有一些西藏的小孩 就是在这个大马路上 就是高速公路 有那些骑行的人呢 或者是说 开车游玩的人呢 就跟他要钱 然后有一天 一个缺心颜值吧 就是一个内地的一个主播 骑个破自行车 搁那地方骑行 碰到一个孩子 不但没给这孩子 没给点什么玩意儿呢 没给点糖啊 给点水啊 给点这个那个 这锅子也料啥 啥也没给 给人孩子教训一顿 完了 我看国内这个B站 上面还有点那个点赞 就这傻圈多吗 国内B站属于洗脑神器 缺心颜值平台 对吧 缺心颜值办的平台 上面都是一帮缺心颜值 在那边呜呜乱叫 也就是这样 带着批判眼光 去看B站的除外 因为你看我偶尔也看一看 为啥找找素材啥 带着批判眼光的除外 有的时候我就怕我说话 比较这个有劲儿啊 一下便打倒一大片 其实看我视频的伙伴 如果能看下去的话 并且理解我所说的话的话 不在我的批评化为之列 这个我希望跟大家说一下 在别有的时候 我对人说话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 我说中国人的里根性 难道中国人都有里根性吗 那肯定有一部分人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 就希望伙伴们能理解 有的时候我说话 就肯定是 这么说吧 就支持我的人 都不在我批评的化为之列 不是因为你支持我 而是因为你跟我的意识形态相同 你站在正确的这种 伤观范围之内 所以说 不在我的批评范围之内 是这么个意思 国内那个B站平台 洗脑神器嘛 啥的平台嘛 上面玩儿烂叫嘛 天天啊 就有这么一个人 西藏啊 西藏 去西藏骑警 给那个西藏要饭的小孩啊 这一顿骂 一顿说 你怎么不约习呢 怎么怎么的 一顿说 怎么能搁这儿要饭呢 这搁这儿要糖吃呢 回去学习 走出你的大厂 完了 这个在B站上面流量还很多啊 完了 在国内傻着多嘛 给点赞啊 纷纷打赏啊 什么的 我看完之后啊 我就在想 完了 我就看底下 有人就说 什么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完了我就在想 就是中国人 他为什么过去 挨别人熟着 现在其实 你说现在是咱们 靠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对吧 知识分子跟当局合作了嘛 揚揚出来火箭大炮什么呢 现在好死了 现在化了 是吧 你说白了 你不也是跟西方学的嘛 走资本主义 政治不正确了啊 你说走资本主义呢 这话不好听 走社会主义化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好像也有点矛盾 是吧 就是 那你只能说 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了 是吧 你只能这么去唠壳了 对吧 但是你 你股市就是一个 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 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 对吧 所以说中国是什么呢 它也走了一部分资本主义 对吧 把过去社会主义的那些 不好的什么计划经济 它抛掉了 它也走了一部分的这个 资本主义的一个道路 实现了现代化 那我这么说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能够能够理解的 对吧 也不犯什么忌讳 现在中国忌讳多 就说点啥 一整个碰当军麻吉的 他就受不了了 阿拉维萨 就就给你和谐了 是吧 一整个相机 就 啊受不了了 你怎么能说我呢 不行 我要给你和谐 我要给你和谐 就抓狂了 不正常 精神病的玩法 精神病玩法 我对于删帖什么 这些东西啊 我是极度反感的 你如果这个帖子是 比如说反人类的 或者是少而不宜的 这些东西我认为应该删除 对吧 对孩子有一个不当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应该删除 但是如果是这个 不是说少而不宜的 它是探讨一些 哲学的东西 或者探讨一些历史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你不应该去删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 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人对于历史的一些 看法 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 只要他不是说这个去 呃刻意的去歪曲 是吧 那当然了 你如果在这个发达国家 或者是说这个新闻自由的国家 你就刻意的歪曲 也无所谓了 是吧 因为充分的自由嘛 但是你在中国 你不歪曲 你就跟他好好闹 这玩意也不好说 是吧 你跟他好好聊天啊 好好说这个历史 他也不承认 或者是说 名声眼露的这些东西 咱们可以这么说啊 你说中国的互联网 它不开放 当局的一些外交部发言人 你比如华春莹耿耿耿 就会说 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中国人怎么不能上推特 中国是在中国的管理下 互联网是开放的 是吧 你就这开始给你绕了吗 那为什么你中国的管理和人家外国的 对于互联网的管理 管理有那么不同 外国的互联网可以随便上 中国就不可以 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都可以随便上这个互联网 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 对吧 你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啊 如果你说人家一个两个的这个国家 互联网是特别开放的 就随便上 就是什么油管 什么这些东西 都随便说随便忍问的啊 那是极个别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采取保守谨慎的一个态度 那也可以 但是现在你像推特 全球就三个国家不让上推特 中国算一个 再有一个北朝鲜 北朝鲜 剩下那个是谁 我有点忘了啊 反正也是一个这个特别垃圾的 经济特别垃圾的国度 所谓国家 那你说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 数百个国家 就剩你这傻了 自己不反思反思有啥问题吗 对吧 你美其名学说中国的国情是这样 那你你中国是国情是这样 为什么胡一进可以去上微博 上这个推特油管啊 把这截图啊 回法 对吧 赵立坚可以 华春莹可以 都可以 完了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不可以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 这是难道是特权阶级和普通民众的 之间的一个区别吗 那如果是特权阶级和普通民众 之间有区别的话 那为什么你要说你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没听说问哪个服务的人 骑到人民的头上去这个 享受这个特权 是吧 如果假如说为人民服务的 那是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 你为别人服务 那你是属于一个打工仔 那打工仔和老板之间的一个管理 对吧 应该是这样 那我没听说 我哪个老板让这个打工人员给欺负的 这个 就是这个受不了 是吧 这老板那天就跑了 让打工的给 把这个公司给霸占 那不可能嘛 对吧 一般都是老板解雇这个打工仔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很难去解释 这个为人民服务 他到底是怎么服务的 那胡锡进是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成员 那他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当然是了 那华春莹耿耿耿 他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当然是了 那但是我没看到服务啊 我看到他们享受的是特权呢 他们可以在这个推特上面自由地发言 而中国的民众发言 他得点亮点亮 或者是得失嘴一下 是吧 还不敢说话 你看那些就是敢说话的 基本上都逃到海外去了 才能说两句话 所以说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那这个事也是老生常谈的 我也不想赘述了 咱就是今儿就是想到哪儿 跟大家聊一聊 我也不想把我这个频道 弄成那种怨妇频道 就天天啊 这不行那不行 跟怨妇似的 不要拿 咱们还得是聊这个正能量的 聊那个积极阳光有意义 让大家看完苏醒 而不是说在中国活别去了 也是说给给咱们国人吧 墙内的人的一个暗卫 怎么活 怎么活 那个那个咱们说到哪儿了 接着说点挨欺负的事 刚才说那什么了 讲的比较多 接着说点挨欺负的事 你看国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勿忘国词 振兴中华 这些都挺好的 是吧 这些都是正能量的一个词汇 包括每年918都名笛啊 就是说日本侵略了中国 不要忘记过去的这个仇恨啊 等等等等一切了 就这些一系列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宣传吧 对于国人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 国人我发现现在有一部分人就特别傻 我今天看了一个直播平台 他是讲日本和服文化的 我感觉讲的非常好 如果他 但是吧 我其实我了解这个和服文化 了解日本的一些文化 我不愿意说通过这种直播平台的一个形式去了解 因为他没有什么官方的一个背景 我更愿意去从历史的这个 就是日本这个历史的一些书籍方面 点击方面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更能体现出来 日本的相关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说文明 对吧 所以说我一般是从书籍 通过这个 就是在 你起码在史学界 或者是说在这个学界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书籍来了解 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相关的文明和文化 我是这么去了解 通常来讲这直播平台 我很少去学习这些有用的知识 除非就是放松 偶尔看那么一两眼 一般就是这样 我不相信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在上面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感觉 一般就比如说不了解的一些文化 如果是说你不想严谨的去了解 看个乐 一般我是采取这种态度 去看那些直播平台 完了他就讲了一些日本的文化 就是合乎的一些文化 我看一看还挺有意思的 看了几分钟 完了我就发现了就有这种中国的洒学就出来了 说什么呢 日本的文化有什么可了解的 对吧 有什么可 可怎么说来的 值得中国人这个看的 其实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日本没什么咱们中国人值得学习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中国这些缺心眼指吧 你说多不多呢 反不少 具体多少没统集过 反正你去哪个日本的一个 就比如说你去哪个直播平台 泛是不过国外的 都有这么几个缺心眼出来 而且层出不穷的 不是一个 就是你去每个都能碰着 这玩意就挺惯 你去哪个直播平台都能够碰着 而且啊 这些人这些缺心眼 最愿意问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还回国吗 再一个就是 这国外的楼啊 没有国内高 你看咱们国内的高 你们你看那德国 就跟咱中国这二三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都建的比他好 就开始缺心眼 就开始说的 唠这壳 所以说这个就是 让当局洗脑 给洗洒了 或者是洗肺了 正因为这部分人的一个存在 我认为这是当年啊 就是中国被 欺负的根本原因 就是这些被洗脑 洗肺了的人 当年比较多 现在还也不少 所以说我认为当年应该是 所谓这种人更多一些 更加的落后 更加的愚昧 为什么说现在 这种人少了呢 因为咱们现在 起码你可以移民了 你可以跟外界连同了 你可以看国外的网站的 什么的 它不有限 咱中国这个互联网 是有限互联网 它不是无限的 它是属于半局欲望 半开放的 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半局欲望 所以咱们就是半局欲望 开了一个口 咱们也能够 大概的了解一下 外边是什么样 所以说 就是这些 就是中国人现在 逐渐的聪明起来 聪明起来 而不像过去那么傻 所以你看了过去的历史 你过去 都是这种人大清其道 天天日本文化 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全是这种想法 你能不爱人家打 你能不爱人家大炮咒 对吧 那日本当年 你比如说明智为谨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买英国的大炮 谁有实力 我就跟谁学 你看在国内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左派 极左派说 美国是日本的爸爸 对吧 美国是日本的爸爸 那你说 他们说这个词 他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这个 他是为了去 就是说 侮辱日本 比如说 美帝呀 老有这种词汇嘛 你包括对于台湾 也愿意说这个话 那我在想 那你说在国内啊 都管王师宠 叫国民老公 把管马云 叫马爸爸 你这个是不是 对于这个金钱的 一种崇拜 对吧 跟你没有任何的 一个关系 你像国内有一些女的 说管王师宠 老公老公 我要给你生猴子 我就在想 这方法呢 那你看他说 生猴子嘛 他生不是爱人 你为啥呢 他的思想就不是人 不是人想的玩儿呢 对吧 笨人前去呢 所以说只能生出来猴子 生出来怪物 所以说 就中国这些 就有一部分 说这种话的女的 我觉得不知廉耻 不知廉耻 那你说他 这个玩儿呢 他是不是对金钱的 一种盲目的一个崇拜 还马云马爸爸 叫马云是爸爸 我看有很多的 都这么说 还有做直播的 尤其直播平台 说什么金主爸爸 对吧 都叫爸爸 是给钱就叫爸爸 那如果 那你看 你中国人不也就是这个数字吗 你怎么能说人家是什么美爹 美爹呢 对吧 那给钱 对吧 给援助 给帮助 不管是军事的 政治的 还是经济的 那人叫爸爸也可以 你国内就是这个风气 你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人家 对吧 你自己不也是因爸爸吗 你为什么妈就要去埋着别人 我觉得国内的这些东西 更应该去抨击 为什么 因为抨击国内的 你是你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你国外的那些东西 说实话 离咱们相对来讲比较遥远 你把自己先弄明白了 用咱伟大领袖的话 就叫 先打手 捂着再请客 那我的原理是什么呢 先把自己熟悉明白了 再去批评别人不漂亮 自己长得跟丑八怪一样 你说你说别人长得丑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 我就看有的人呢 就是我看那些电视剧在弹幕的 说这个女演员长得丑 说那个男演员长得不帅 什么呆 眼神呆滞 怎么怎么的 我就心讲话 我说你把你照片贴出来 你看你跟人家能比不 人家既然能当演员 要不然是演技好 要不然是脸蛋好 起码要不然是脸蛋演技都好 肯定有特殊的地方 管你老批评 这个好看那个赖看的 你把你自己晒出来 你看看你长什么样 对吧 你就是说 我是只批评那帮人 就是个爱飘弹幕那帮人 就心之不全的中国人 对吧 你让他们把他们的照片 发出来看一看 有个影样吗 我估计没啥太大影样 通常来讲 特别愿意批评他人的人 特别愿意说 其他国家不好的人 或者批评这个批评 没有自信的人 对吧 你愿意说这种话 愿意批评人 长相这个长得不好 那个长得不好 完了说这个国家 这个天天说发达国家 这不行 那不行的 通常来讲 我认为是一种自卑 老外人家回国不回国 自卑 为啥自己出不去 眼界不开 这是一种盲目的 自卑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中国人要自信起来 你看我就敢进行自我批评 而批评咱们国家存在的问题 证明什么 证明我自信 我证明我对于这种问题 相对来讲 我能够看明白 或者是说 我能够接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存在 而不是说盲目的说 我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本来就像一个腰瓣瓜子 都接不开锅子 没米下锅子 还说自己特别富裕的 买二两猪油 往嘴上一抹 说我昨日吃猪蹄子 这个景神不好 就有问题咱谈问题 没有问题呢 咱们就是这个 那就更好了 对吧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看过去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老挨气 就因为中国人的一个愚昧 无知 不知道与时俱进 不知道现代化 只有人家把大炮啊 洋墙啊 架到柏梗上面 才知道人家在网上好事 是吧 所以你像过去那义和团 奇异啊 这个奇异 那个奇异的 以前范式做农民的一个奇异 认为都是好的 就是都是什么 为了推发了自己的自身啊 那个那个被剥削 都是好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这么说啊 资本主义 或者是说创造资本 它天然就是需要去剥削的 这个剥削 这个剥削 其实现在换一个新名词 叫二劳分配 对吧 你咱不用那个剥削那个词 你看二劳分配 其实你说跟剥削有什么区别 对吧 二劳分配 什么叫二劳分配 谁的贡献更大一些 谁就多分一些 按劳分配 或者是按 但现在你说这劳动量 它有智力上面的劳动量 也有体力的劳动量 你不能局限于说 就体力 那谁扛大宝 扛转 搬转搬得多 就说我劳动量大 这不是按劳分配 看谁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高低 这属于按劳分配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才能够刺激人去进步 你不去搞那种大锅饭什么呢 所以这叫按劳分配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好 按劳分配 让人有动力去这个工作呀 或者是说去这个为这个社会国家做贡献 把自己也有一部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 那这个就是说到这儿的 我看我刚才想到哪儿了 我现在把就是有的时候 把就是前面想的那个话题 说到说一半的 因为我这个是脱稿 没有什么稿或者什么 就是一个主题来着就跟大家聊 所以有的时候跟前面有的 就是讲到一部分 可能就跑遍了 跑遍我也想不到 想不到算了 那咱们就接着聊 那就接着说这爱欺负 那你说爱欺负 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自己的一个原因 这应了中国人最爱说的那句话 有一部分中国人最爱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是他们不道德 不道义 就是侵略者不道义 但自身呢 也不懂得这个进步 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中国人更多的是应该什么 找自身存在的一个问题 你不能说老说他们起伏 你也得说自己存在的很多的问题 那为什么 你说中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人 而且啊 过去人家说是小日本 为什么 说个头长大 那中国人都人高马大 你说欧美人啊 昂格鲁萨克逊你说人长的人高马大的 咱们可能在体力方面不行 吃亏 但是那你说日本人 阿里说在这个体力方面 就生理方面 还没有中国人有用的吧 个头和各方面 那人家就靠着这个先进的武器 那就给中国收拾了 那这个你怎么去说 所以说这个你真的怨不了别人 还是怨自己 你没有用这个洋枪洋炮 老是停留在什么 私一长计一字一啊 找外国的这个好的东西 还得变成是中国话再去学 你累不累 你直接拿来就学呗 你还得从中国的古文点击里头 找一个根源 这个是中国人研究的 还是得学 累不累 你就承认你没有 就赶紧学 学完不就有了吗 这个就是咱们 这个骨子里我认为的 裂根性的一种存在 不虚心 还盲目的自信 越没文化 越自信 这个往上你整不了 你整不了 再一个官方也不告诉你 当局也不告诉你 外边人的生活在什么 样的一种 这个社会的制度下 什么样的环境下 当局只能告诉你 欧美人都发钱了 等于没发钱 是吧 人家都发钱了 等于没发钱 都发钱怎么等于没发钱呢 那叫财富的二十分配 是吧 那叫财富的二十分配 所以就是这些 靠这个愚弄中国的老百姓 来进行这个 治理 我认为这个也是特别 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中国人现在就是 我感觉在墙内的人 说话跟正常人都不一样 可能过去 其实我跟大家这么说 就是我在没有翻墙的时候 我说话也不像他们那么傻 就是缺心眼 我 那为什么 他们都说什么国外 没有国内机会度 就是这么说 说没有国内的发展好 没有国内的机会度 没有国内挣钱度 就他们说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缺心眼 为什么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 抠着脑着要移民 那么多的中国小姑娘 要嫁给外国人 对吧 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小姑娘 为什么愿意找外国人 就是由于 国外的生活比国内好 你说有什么感情 怎么地的 我跟你说 你把那外国人换王之虫 他绝对选王之虫 你信不信 肯定就这样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他硬可留在中国 跟王之虫过 他不可能去美国 跟那个美国人过 就是因为 他找不着王之虫 那这个相对来讲 比他能够找到的 更好一些 利益最大化 他找了一个美国人 就移民美国 或者移民欧洲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由于 你的国家的福利 大于生活保障 没有其他发达国家好 所以说人家去了 找了一个外国人 还有一些就是 你比如移民的 为什么移民 就因为国外福利好 还问人家回不回来 回来的屁也回来 对吧 人家那地方 比如说人家那个 挣钱多 医疗福利好 看病不花钱 实现了共产主义了 那人家为什么 到你这个发展中国家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来奋斗呢 脑子有宝吗 人家都已经站上了 都已经达到了 共产主义了 人家还来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迈进的 这个国度干啥 人家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你看国内 这个傻去缺心眼的 一个问题 你回不回国 这些问题 就都有病 完了我看有一些 这些祖国挺坏啊 或者是说就是 挺愿意逗这帮人 就说我 怎么说来的啊 有一个祖国是这么说的 说我忘不了我国内的爹嘛 我忘不了我国内的朋友 还有我孝花什么的 孝花斑花 我还得回去看一看他 说这个话的人啊 这个人是这个 也是一个祖国的已经 我看年纪也是50岁上下的啊 也40多岁 或者是50岁左右 40多岁应该是45岁左右 我感觉啊 差不多 我预测啊 长得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估一下 但他在视频当中 没说过他多大 但他说他有一个女儿啊 而且还在这个上学啊 具体上高中 还出荣 我就记不得了 完了 就是说这个事儿 他就说 我也得回去 我也看过孝花 看班花 看这个 看那个 看父母 看亲朋 我忘不了咱们故土的人 我以后还得回来 但是他在做视频当中 就是对国内是一顿埋态 说国人自赏啊 怎么怎么样 他有的时候 还这种影视 我跟大家这么说 他要是不是为了卖货的话 他不会去这么说 你知道不 还得回国 怎么怎么地 为什么 因为他说回国吧 可能会拉近和国人之间的 一个距离 你看我还得回来 我觉得他百分之百 不能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的女儿在那边 对吧 那你忘不了你的笑话 你忘不了你的亲朋好友 忘不了你的爹娘 那你姑娘朋友什么呢 搬花什么呢 不是 你姑娘那个 把你那搬头帅哥 都搁那个德国 怎么呢 你就非给生辣 把你姑娘帅回来 对吧 对你姑娘 是不是不合适 那你假如说 你作为父亲回国了 你姑娘搁这 那你跟你姑娘不又分离了吗 你是回去找你爹妈了 那你孩子 你姑娘找谁爹妈 他爹妈去哪找啊 对吧 所以一说的话 就是特别虚伪啊 我觉得是假的 他属于活悠国内的这帮人 对吧 这是属于说一个玩笑 但是你看底下人就信 孩子不如中国号 你看把人买买货 哎呀妈呀 就是现在的国内 有一部分傻子 就已经被活悠成这样 人家说反话都听不出来 就包括平时我做的私媒体 我视频的一贯风格 大家肯定看我视频的老伙伴都知道 我有的时候说一些暗讽啊 说一些这个小幽默 对吧 我属于开玩笑的一些东西 真听不出来 真听不出来 我以前以为啊 我以前以为一部分中国人是装傻 是吧 其实都知道 当局怎么回事都知道 他是装傻 但现在我发现了 是真傻 有一部分人是真傻 那都已经傻透钱了 我也无药可救了 只能说自省自灭 就按照时间的自然的一个选择 一个淘汰 他这个基因淘汰了就可以了 你像一般这种傻子 他们这种基因 他们生的孩子的基因都不好 都不好 基本上逐渐逐渐慢慢淘汰 因为他缺乏这个物质的一个保障 这些傻子缺乏物质的保障 他慢慢慢慢自然的基因就衰减了 为什么说人会越来越聪明 自然选择的一个基因 因为只有聪明人 才能在这个内卷 特别严重的社会里头生活下去 是吧 就是你别说国内内卷 就是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都在卷 就是卷的程度不同而已 所以说只有这个聪明人 相对来讲能够卷下去 能够继续存回去 像那些傻子 你最终就是消亡 你可能在这个发达国家呀 对于傻子还有一定的这个照顾 是吧 你发达国家 基本上还有什么救济 吃个救济 那你在欠发达的国家 那救济肯定都跟不上 所以说 就是加速这种消亡 也挺惨的 是吧 所以说这正应了那句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脑子不够用 但是我一般不愿意说 别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 说实话 我没有设身处地的 在他那个生活的环境里头生活过 我无法体会他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所以说 你没有在他那个生活里头生活过 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发言权 说人家可怜就可恨什么 就能同情就同情 同情不了就拉倒了 只能说这个这个是社会的事 是政府的事 财富的二次分配的事 跟咱们普通的民众 你想解决什么 穷的问题解决不了 穷是一种病 没药治 那不那个钱 我不是药神 那个电影不是说的挺好 穷啊 这世界上有一种绝症 是什么病呢 是穷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其实在发达国家 这个穷啊 也没有完全的根治 但是基本上解决个八九不历史 我那天我看一个 本有的一个国家吧 是瑞士的 还是哪儿 还是瑞典的 挺有意思啊 说什么呢 说如果你想吃地宝 就是有那小伙 我看长得都挺帅气的啊 就是那个欧洲人种嘛 目光比较深邃 眼睛什么 长得皮肤比较白皙 穿个那马丁雪 就跟他一站 卖杂志 所以你想吃地宝 必须搁这个商场外头 卖杂志 地铁里头啊 啥 一天卖出去多少碗 不管 反正你就也跟他站着 一直卖 一直卖到你下班 一个月就给你那个地宝 我看有很多年轻人去吃那个地宝啊 那我估计也是 我感觉你说一个个都溜光水滑的 你干点什么不行啊 你为啥要吃那个 但是可能也是生锅所迫吧 对吧 那生锅所迫就去吃那个地宝去 那我就在想 你说他吃那个地宝 我估计都个 基本上工资 应该赶上北上广深的打工仔的 是吧 就是天天内卷 特别严重的那些 名牌大学毕业的那部分 你说这个是不是 国家的之间的一个差距 因为我看那个小伙的 一个穿带什么的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没看出来 他是吃地宝的一个样子 但是主持人介绍了 说卖杂志的 就是吃地宝的 我那工作还不错呢 是吧 还不错 卖个杂志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 发展的一个差距 人家其实吃地宝的 都赶上咱们这地方内卷的 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那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相信说中国人多 所以说问题解决不了 我不相信这种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托词 人多人才还多 那只有人少了才行吗 对吧 你只能说 比如说我这个国家穷 完了天天越天越地 所以你咋不给我 这个地底下 整一挖一桥就是石油呢 你看沙特那边的都有石油 我这边咋没有 你天天这么聊天 太美劲了 对吧 那你咋不跟日本比呢 一脚下去啥都没有 人家现在也是这个 长年 以前都是长年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也是发达国家 你咋不跟日本比呢 老个那个比烂的 比那个爹妈 没给那个留遗产 没给这样什么 这个那个的 老比那个爸爸是不是王健林 是吧 自己是不是富二代 你从来不跟那个 自立更省的比 这个国家也挺有 都挺逗的 完了 这就这种 国内做这种视频 就特别特别多 就是说一天什么什么都要跟发达国家比 我们这这么多人 多不容易啊 你看能达到目前这个情况多不容易 中国为什么落后 其实你说是不是都是当局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他的原因 他搞了文革 他搞了大跃进 对吧 他搞错了 他搞错了 不管他心是什么心 他搞错了 搞错了就退后了 对吧 这是他执政失败了 这个咱抛开不说 就过去大清朝的时候 爱欺负那些 咱们不也不行 有一部分是当局的一个原因 有一部分是 过去的原因 或者是咱们文化根基里的一个原因 你说我现在对当局有时候 有什么怨气什么 我认为还真没有啥玩 是吧 我就对社会不拱啊 对他做的不对的事情 我批评批评 你要说有啥怨气 我不那样 咱不当那个怨妇 没啥意义 咱们就往历史上倒 他过去不也是那样 我记得有一个人拍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 这个摄影师啊 拍中国的 清朝的那种纪录片 当时的人的一个风貌 你看看人当时英国 那是英国的一个摄影师 人英国当时的 那西装领带的人 那叫头剪 那叫短头和啥的 贼帅气 西装领带的 燕美服啊 热个大 反正穿得得好 反正你再看中国 还都留大便子呢 身体 发肤 受制父母 不能毁损 不能毁损 一点都不能毁了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那你说你怎么跟人家去比呢 我觉得当时人家过来一拍 那个照片 觉得这都是傻子 对吧 埋了把台的 一个一个 真的 大家真可以去对比 你去那个油管上面找 真有 你说英国的那个纪录片 不是不是英国纪录片 你说中国清朝的那个 正贵纪录片 有 你同等的 你去看看同时期的 人家英国 人家这个工业革命啊什么的 你看看人家的发展的一个状态 人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呀 他肯定也有赤裸裸的 就像马克思所的 压榨奴隶啊 压榨 铜鞏啊 也有那个时候 咱们那个我也承认都有 不好的地方都有 但你看咱们没有资本主义 也没好到哪去嘛 那穷的叮当烂想 缺一烧药的 那前人的鲁迅还整个 吃银血馒头呢 就愚昧到那种程度嘛 多愚昧啊 也挺愚昧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从外观上的一个感受啊 他具体什么的对比什么 我觉得也没啥可对比 对吧 要不然咱们不至于让人家一炮 红成那样 所以说还是落后 伟大领袖又说了 落后就要挨打 所以说人不能落后 再有一个 通常来讲 中国人这个落后 并不是说 中国人不聪明 中国人最聪明 你看中国人 你看那内卷呢 那个销售那个嘴 也天天死的都能说活的 天天买菜给你扔几个烂菜 业的缺尽多两 可聪明了 他这个心呢 不用再挣地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人在前进的道路上 通常来讲 自己给自己死吧 而不是说什么呢 我把这个障碍要去除 他是属于说 我走走道 自己给自己设个伴 把他跨个篮 你知道吧 学个流响 他耳朵卡死 所以这个就是 中国人的这个历史 我是这么看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过年 说这个 就楼底下 就咱家楼底下 就我们的老太太 天天研究 过年 怎么扫地 说这魂啊 得往自己家里扫 不能往外扫 往外扫啊 就没有财运了 往里扫还整个地 再有一个 在中国 过年不能扔东西 正月不能绞头 我说死舅舅 就这些玩意 就言为规定的 这些缺心言止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阻碍中国人 发展的一个这个绊脚石 就我个人来讲啊 该扔东西扔东西 是吧 干啥干啥干啥 你就跟那些玩的 有时候我也没看出来 我脚过头 舅舅怎么样 对吧 我也没看扔东西 我怎么样的 或者往外扫点灰 就扫点灰神的 扫地还得分纸 往里扫 不能往外扫 扫 你不精神不好吗 你怎么那么多 凡文入节 咱这么说啊 就是这个圣经 咱玩神学 是吧 咱今天聊神学 圣经一开始 整那么多的条条 框框 说祭祀嘛 后来基督教新教 就是基督教来了 这个上帝来了 是吧 上帝的儿子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都说 我来是成全人的 对吧 成全人的 就是你过去 你只要因信诚意 你只要信我 你就得永生了 那过去那些 凡文入节啊 那些什么用大基士 点多少个金灯台 那些东西 就可以不搞了 但是现在 你像那个 以色列 他们信犹太教的 还继续在搞那些东西啊 什么比如说 手什么摘 那叫什么来的 就是不安息日啊 就不工作了 什么都不干了 等等等等 所以说这些 还遵守过去的那些东西 但是你看那个 基督教新教啊 就不搞那些东西了 你信耶稣基督 你就行了 你看 他为什么能活起来 他不就是废除了 过去老的 那些凡文入节 如果他不废除那些啊 就你不点那个灯 你不找我大基士 就那么麻烦的话 他这个教 我觉得他传不开 就是他很难去 就是发展到 今天的那种局面 他如果要不是说 采取后来这个 宗教改革什么 他没有 他如果还像那天主教 过去卖赎罪券 如果还像天主教 卖赎罪券 我估计他 他也不行 是吧 他也发展的 不像今天那么好 所以这基督教 新教啊 基督教的一个改革 等等等等的 一系列的一个改革 促使了他能够成为 现在世界的这个 算三大宗教之一啊 还是几大宗教之一啊 你比如佛教啊 还有基督教啊 还有这个 基督教就概括的说啊 就信上帝的 别分什么犹太啊 什么那个天主了啊 就就就捅上来信信上帝的 再有一个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伊斯兰教 是吧 就这三大宗 三三个嘛 是吧 三个教 所以说什么东西 你都得改革 如果你长那么多凡文入节 长得那么 给自己设置那么多的障碍 你不可能进步 你不可能进步 宗教是什么 说你比如佛教说 说是这个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柱乡 为什么 佛为一柱乡 这一柱乡代表什么 他这个教能传开 有人信他 所有宗教就是得有人信 没有人信这个宗教就死掉了 但就成历史了 对吧 他就成了一种文明了 就完事了 他就成历史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的一个障碍 不管干什么事 我觉得今天这些视频的结尾 其实是重中之重 不要觉得 我最烦一句什么呢 就比如说干点什么事 这个事太难了 你干不成 我最烦那种 还有人说 他学习 他专业就是学这个的 你看他都没考下来什么什么证 没考下来什么什么 这老难了 什么什么的 不要有这种为难情绪 在你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要有为难情绪 你要把这个东西想的 相对来讲 你只要努力就能够达成 是吧 兴许努力未必能达成 但是你不努力 你绝对达成不了 所以什么东西 不要觉得那么难 不管什么 你比如说你学日语 如果比如说 我把日语想的那么特别难 我就不学了 那你说我今天能有所提高吗 我现在日语 就是属于初级阶段 有一个 我看有一个这个 这个媒体人也说 说我也学日语 说啥呢 说上课的时候 老师讲的全明白 一出门啥都不会的 我现在觉得 我跟他有共鸣啊 是吧 跟他有共鸣 就是你看日剧吧 你就比如说听点啊 相对来讲 就是个别的几句话能听懂 你比如说这Naru 就是睡觉了 或者怎么的 还有那个Konichiwa 这些都比较简单的 是吧 你比如说来 我来自哪里 Watashi wa chiyo goku Kara kimashita 你就这些 这些简单的 我都能听明白 但是你比如说你难的 我就不行了 对吧 一整个哒哒哒哒哒 说一串 是吧 我现在也就能听懂点 就刚才我问大家 比如说斯巴拉西 这些 这些简单的这些东西 难的相对来讲 还得自己研究 对吧 我还得想 是普通型啊 还是这个 这个磁疏型啊 还是什么这个型 那个型呢 我还得去想 就是给转换一下 才能把这个句子 造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 都也是慢慢学 你不要有这种 未然情绪 你每天都在进步 你怕啥呀 你不能说 这个仗没开打 那你就先认怂了 就亮白旗了 你最后你努力了 你没成功 那咱可能智商有问题 或者是说 这个派者需要坚持 继续努力 但你压根你都不努力 这个事你肯定办不成 所以说再有一个 什么东西 你得有兴趣 有兴趣不累 你努力有劲 要没有兴趣 就没劲 你比如说 我对当局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对一些说辞 我不认同 如果我不认同的情况下 我还为他工作 或者是说 我还得唱这个战歌 那就人格分裂了 你没有这个动力去这么去做 所以说就是这样 这什么东西 你得有兴趣 你得认同的 你跟那价值体系一样 你才能更有劲 把这个事做好 不要有为难情绪 所以说结尾的这五分钟 我说的基本上是 我的自理明眼 是吧 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说如果能够看到结尾的 我相信大家 如果听到我这五分钟 真的能顶我前面的 好几百小时的视频 特别有意义 那今天的视频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国内还有什么 有意思的情况 我就会跟大家说一说 我现在基本上 我看着中国人 就看那些傻子 挺好玩的 心智不健全的 天天就看一日 你说你去买那个郭德纲 听那个什么德云士 讲了个相声 不还得买门票吗 我那天停了一下 没啥意思 是吧 还得买门票 还停了 我那停了一下 真的 我看的那些点呢 没啥近 因为我有那个优酷的会员 我也是搁网上听的 就听的那些梗 对我来讲 我笑不起来 我觉得相对来讲 他说那些东西 一个是低俗 再一个无聊 反正我 就是那个笑量那个点 我是 获得不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看 每个人对于什么事情的看法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 有一些人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 可能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 之间有这种个体的一个差异 在一个在国内比较封闭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 让人照项的东西也太少了 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讲 有点东西就觉得非常的不错 就是这样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